有關市府要規劃採購疫苗的部分 市長現在有沒有鎖定是哪一類的疫苗或是哪一個廠牌 那之前市長也有講過 不理解為什麼台灣買不到疫苗 如果台北市之後採購不到的話 會不會擔心被震底趁機見縫擦針 或者是變相證實中央採購疫苗的難度 我們買疫苗 我們是先編預算 那在之前已經講過 他並沒有打算說 他不是要做那個基礎免疫用的 他是做第三劑 所以第一劑第二劑還是要由中央來處理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我們編預算也是 還沒議會通過 議會通過也是明年 所以當時我們的設定就說 他是為了第三劑 還有兩個理由 一個是boost 就是加強 因為這個是這樣的 現在美國 英國 以色列 已經開始要打第三劑 其實這樣 打第三劑真的有效沒效 也還不知道 所以我常說 台灣不是世界上跑在最前面的國家 所以有時候是 到底那種加強 boost 加強 到底有沒有需要 效果怎麼樣 我們還可以觀察 第一點 第二點 現在這個病毒還在演化 所以除了六 我相信將來還會有新的病毒 所以那個病毒演化到什麼程度 會使目前的疫苗失效 也不知道 所以結論是這樣 我們預算先編 那其實還是要去議會說明 說明清楚以後 我們那個預算是說可動用 但並不是說我們馬上就要去買幹什麼 因為當時是按照 實際情況的需要再決定要不要買 所以這個在現在 沒有辦法告訴你說我們要買哪一個牌子 什麼時候買 現在還不知道 它是一個預防性的預算